乌克兰在乌东反攻势如破竹 乌军在卡尔可夫州推进到直逼俄乌边界 狼狈逃离的俄军在各处留下 大量装甲跟弹药被乌军直接接收 有乌克兰士兵烧起俄国国旗泄愤 相对于乌军欢腾的气氛 美方的态度则是显得相对保守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乌俄战争应该会是场长期战 乌军吹起反攻号角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收复6000平方公里尸土 狼狈窜逃的俄军在巴拉基亚 和19亩等地都留下大量装甲跟弹药 乌军军火库大进步 距离乌俄边界只有20公里的 沃夫昌斯克开战第一天就沦陷 乌军重新夺回后 把俄国旗制踩在脚底下泄愤 有人甚至直接焚烧俄国国旗 看板上宣传同文同种的布条 也被撕得稀巴烂 乌军开心进驻反攻获胜 美国总统拜登则显得审慎乐观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呼应了拜登的说法 但他也大赞乌军适应力强 抓准机会并且善用国际社会提供的武器 乌军反击进展神速 让西方了解到提供武器的有效性 也有外媒指出乌军能在寒冬能源严峻前 就拿出反攻成果相当关键 乌联哲编译